哇!瘋了! 真的瘋了! 神經病,不是說笑,真的大了! 是... CMO, what the f... Hello,大家好,我是吉日! 相信大家看到標題今天來 就知道我這次要做一個比較大膽的實測 就是試試在14天裡 吃木瓜和豆漿 看看胸部會不會變大 因為從小到大 我們都聽不少說 吃木瓜和喝豆漿 都可以令我們的胸部變得更大 但我都沒有試過這些方法是否合作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實測一下 因為我一向的上圍 大家都有目共睹 都不是很厲害的 我又不是一定要很盲目去追求一件事 因為每個人的審美標準都不同 不需要一定要上圍很豐滿 或是屁股很大 或是很瘦才是漂亮的 但我的確是覺得 如果上圍比較豐滿的話 穿衣是更加好看的 所以這次就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下這個的實測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量一下實測之前的上圍的尺寸 我稍微回避一下 免得太噁心 我就會搭最闊的位置 那就是大約七十八左右 這個就是實測之前的尺寸 我就要看看14天之後 究竟是多少寸 糟了我切了一個生的那個 唉 熟一點的都快爛了 但我剛才一切下去才發現原來這個是生的那個 我打算每天會吃半個木瓜和一杯豆漿 所以這一半就放進冰箱了 有沒有人覺得這些核很噁心 這些核有些密集恐懼 這個豆漿是有機無糖的豆漿 因為就免得喝這麼甜 不想加糖 好了那今天就是這個實測的第一天 那我現在就要吃這個木瓜和豆漿了 這個木瓜很甜 我不買也不知道原來木瓜是這麼便宜的 我本來以為一個也要十幾十塊 但原來二十多塊就有三個了 不過我其實不太喜歡吃木瓜 但是木瓜燉雪耳糖 所以我會吃 沒有人像我一樣 我是不吃豆腐 但是吃豆腐花 不吃生番茄 但是很喜歡喝番茄糖 還有豆漿加木瓜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它不會有什麼化學反應 好像萬樂豬加可樂 它應該不會在我體內爆炸吧 好看了是絕對OK的 因為木瓜牛奶落不了 改搭豆漿隨時極品的絕配 所以我相信這個配搭是完全沒有問題 我是不會中毒的 還有應該會有一個挺好的功效 嚇死我剛剛看到一個報道說 木瓜豆漿會再長乳癌 幸好它說科學研究顯示 其實這些是一個廣為流傳的錯誤觀念 因為其實豆漿其實是可以預防或者抑制乳癌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搞定了 喝光了 我們明天就再見了 好了今天已經到了這個實測的第六天了 不知道是真的會有效 還是快要來M的關係 我自己是覺得真的有變大度 我自己摸上去 是覺得那個手感有不同度 摸上去 咦好像真的多了些東西 真的沒那麼平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它有關係 但如果看真的挺厲害 讓我再吃下去 看看最後一天會是怎樣 吃完 啊 哈囉 今天就是來到這個挑戰的第十天 我想說我昨天是沒有吃到的 是過了一天 因為我覺得有點太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連續吃了八天的木瓜 我覺得全身都好像有一股木瓜味 連我前天去廁所 即是去大便的時候 連大便 我都聞到一股木瓜味 所以我覺得真的多了 我想停一停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有些東西 連續吃太多的話 是真的有點難頂的 那今天就繼續我這個挑戰了 我想我經過這十天之後 我會更加不喜歡吃木瓜 好 哈囉 說這麼快就過了兩個星期了 在這兩個星期裡面 其實我除了有一天沒有吃到木瓜和豆漿之外 基本上我每天都是很準時 很乖地有吃到木瓜和喝到豆漿 我是覺得它真的有變大度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但因為之前其實是完全很輕易的 這樣一手就能掌握 慢慢呢 你是覺得 我不可以說它很難掌握 現在 但是難了少少 你自己感覺到的分別 還有呢 因為我之前戴了一個布袋的時候 它是有點離開 就是有點離爪 但是這兩個星期裡面 我是覺得 它是慢慢這樣感覺到 超誇張 但是呢 我也不肯定它是不是真的真的大了 所以呢 我就要來亮多一下 我今天就穿了實測之前 同一套衣服 和剛剛的布袋 等待會量度的時候 可以準確一點 那就來了 好緊張 哇 癲 癲 真的癲 癲 大家猜猜究竟是多少 神經病 真的大了 不是開玩笑 實測之前 不是78cm 大家猜猜現在是多少 是81cm WTF 真的大了3cm 你當我有少少不差 扣1cm 也有2cm 對於我這些 本身不是很豐滿的女生 你大了1cm 就已經1cm 我現在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太興奮了 整個人 平時聽了聽了多 但是我都沒有說去試過 而且我經常覺得都是吹出來的 但是 嘩 自己試過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所以我也挺建議 如果你想上為更豐滿的女生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但是真的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可能有些人很誇張 過了2個星期之後 大了5cm 但是可能有些人 過了2個星期 都大了幾mm 我不知道 其實不要說 看到我工作 就不斷狂拍幾個星期 過量的吃 大家都是要 有一個均衡飲食 才是最好的 那我之後 應該都不會每天這樣 繼續吃 我可能1個星期 吃2、3次 有空補充一些 抖製品 和生果 那對身體一定會有好的影響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我這次的實測 真的驚為天人 我是很滿意 和很驚喜 他的前後對比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一種的實測分享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 和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